大家好,欢迎收看米老鼠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大话王 男主小川的职业是一名律师 专门给那些罪犯开脱罪名 事业能力极强的他成功获得大家关注 成为了不会败诉的律师 因为工作原因 小川的生活也慢慢的受到了影响 他从最初的说谎 到了最后的不说谎就难受 对于这样的父亲 儿子小白早已经习惯了 过去的父亲 这几天便是小白的生日了 小川提前答应了他一起看摔跤比赛 可生日当天 小川却因为临时安排的工作 无法陪伴儿子 看着再次失约的父亲 小白很是沮丧 这次小川当事人 是个身材火辣的美妞翠花 翠花天生烂情 即便已经结婚了 还是阻挡不了他外出了小白脸 因此他的丈夫狗蛋 生生被带了七顶绿帽子 这回他发现真像他 执意要和翠花离婚 而且根据两人的结婚协议 离婚后翠花只能分到200万美金 但翠花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 所以便有了小帅的出场机会 这一切本该是翠花的错 可在小帅的一番分析下 最后翠花竟然成了受害者 这番巧妙绝对的分析 让上其百合很是吃惊 他瞬间就被小帅的魅力吸引 而小帅因为与其约会 便放了儿子的鸽子 小白很是伤心 他当即许下了 希望父亲不再说谎的愿望 神奇的是 小白的愿望竟然实现了 在接下来的一天 无论小帅怎么努力也无法说谎 因此也是得罪了不少同事和路人 而到了法庭上 因为这个原因 他始终无法说出证词 最后他只好申请延期 这位小帅前几打了电话 他即将举办婚礼 并打算带着儿子一起过去 无意中还说出小白的愿望 小帅知晓后真诚的 拿着生日蛋糕前去道歉 还向儿子解释了 说谎是门技能 如果不能说谎 就不能正常工作 但小白却直接打断小帅 因为父亲的说谎已经让他受伤 一语惊醒梦中人 小帅这才意识到 自己对儿子的伤害 回到公司后的小帅很是沮丧 便把自己不能说谎的事实 告知了秘书 于是 在秘书的一番询问下 他得知自己之前 听到的花言巧语都是假的 捐得出的礼物也都是些便宜货 一期之下 秘书当场辞职 在接下来翠花的官司中 因为无法说谎 小帅很快丢失了优势 可在关键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 翠花与狗蛋结婚时 仅仅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 所以 他们签订的协议也是无效的 最后除了一半的家产 翠花还获得了孩子们的抚养权 看着狗蛋与孩子们 被迫分离的场面 他这次醒悟过来 察觉到了自己的过失 竟然让一位好父亲受伤 于是 他大声指控法官的审判结果 接着 他就被送进了监狱 这片小白和母亲 也要离开这里展开新生活了 关键时候 小帅秘书 报失了小帅 在小帅的一番穷追不舍下 他终于获得了小白的原谅 前期看着儿子和前夫的和谐场面 当即就决定 让儿子陪伴小帅一起生活 而他也意识到了小帅改变 于是 他也变回到了小帅身边 经历了一番挫折和磨难 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米老鼠电影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 记得关注收看哦